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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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牙齿 牙 牙齿 什么意思啊 聂医生 刚才我们在齐敏家附近 发现你晕了 齐敏 来 齐敏 齐敏就是凶手啊 我在他家发现的真挚衣服 还有彭子康的牙齿 你们快去抓齐敏吧 不用说 一定是齐敏把他打晕的 证据也可能被他毁灭了 哦 你说替我去齐敏家拿话 原来你是去找他杀人的证据 你怎么不怕危险呢 这位红色 佳强 你看 是 应该是血迹 我觉得这块应该是血迹 我说呢 这应该是油画的颜料 佳强 你怎么看 虽然全都是血色 不过血液是蛋白质 颜料应该是化学物质 这样吧 我们用针对 辨认蛋白质的方法来测试 好的 你知道怎么做了 好的 没错 真的是血 既然这样 剪DNA是不是死者的 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明显 经过DNA测试之后 是属于死者的 警察 清理小姐 我们在你刚刚完成的一张画稿上 找到了彭子康的血液 欢迎你这儿就是杀害彭子康的案发现场 程序上我们要进行血迹化验测试 这张是我们的搜查令 心动靄 适当队 worry 齐敏小姐 你涉嫌谋杀中国籍男子彭子康 我们现在正是拘捕你 你们别抓我儿媳妇 他是无辜的 我才是凶手 不是 彭子康是我杀的 你们抓我吧 彭子康是我杀的 不是啊 你们抓我吧 别生了 你们是凶手吧 我抓我 一起回警局 阿四儿 你们相信我 彭子康真的是我杀的 你口口声声说杀死彭子康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我一直都很恨这个人 他想追我儿媳妇 我警告过他 他也不听 他还骂我 死老婆子 说我 死寡妇 你还想逼你儿媳妇 守活寡 他还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 那天晚上 我送完我孙子去 同学家开生日混回来 我看见他又来了我们家 他想强奸我儿媳妇 我听见我儿媳妇 大叫救命 我急得不得了 顺手就拿地上的刀插在他身上 我就杀了他 那你为什么要驾唤给曾家园督察 那晚 刚好我看见曾家园 气冲冲地找彭子康 干吗 我接了你的窗疤 挖了你的棺材坟地 抢了你的女人 等我家里人我就不放了 干吗 干吗 我想找替死鬼 自然就想到他了 我以为这件事会神不知鬼不觉 谁知道我孙子捡到了彭子康那只牙 还把它收起来 后来又让那个姓聂的女人发现了 我看见聂宝颜偷偷把牙收起来 我知道这颗牙是可能是起诉我的证据 聂宝颜走了 我就跟着他 把他打晕了 找到牙齿 再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拿走了 我故意做成 他是被人打劫的样子 本来 我以为毁灭了那颗牙 你们就找不到我杀人的证据了 现在 既然已经被你们拆穿了 你们要抓就抓我吧 我才是杀人凶手 不管齐敏的事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会是想替我顶罪啊 不是 杀彭子康的真正凶手的确是我 我婆婆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确实是为了维护我才出来认罪的 你们放了她 我才是凶手 你是早有一谋杀死彭子康 为你丈母报仇的 彭子康一直在骗我 他说可以帮我一起陷害曾家园 所以就寄了那封信 时照他事后就用这件事来威胁我 想拿点甜刀 那天晚上他又来了 对我动手动脚的 想要强奸我 纠缠之下 我就一刀把他杀了 你说你是自卫才杀了他 是 杀了人之后 我心慌意乱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婆婆 本来我们以为 找了个替死鬼出来就没事了 结果 你们查出了真相 阿森 是我杀死彭子康的 我婆婆是为了替我顶罪 才说她是凶手 我才是凶手 凶手是我 他们两个都自认是凶手 那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呢 那个马玉珍就说 跟彭子康吵架 火一上来就一刀捅死了他 骂他几句老婆子 死寡妇这样去杀人 难怪人家说 老马也要三番火 但是这位婆婆的口供 很轻强 齐敏就说 是彭子康骗他一起整老大的 之后就一直用这件事来威胁他 那晚彭子康想对他意图不轨 在他自卫的情况下 就杀了他 慈悲 真的假的 依我看所有的事 都是他一早计划好的 他是有动机的 没错 老大就是被他用 做了手脚的录音电话 引去凶暗现场的 那我们以前的推测 严根事实没有太大的出入 我觉得真的那凶手 应该是齐鸣 马玉珍是替他顶罪的 你们的分析都很有道理 但是你们好像忽略了一点 那么就是彭子康是怎么死的 他致命的那一刀 是从后背冲进心脏的 另外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之前他跟齐鸣有过激烈的纠缠 可是他们纠缠的时候 是面对面的 那么那刀是怎么捅进去呢 也许当时彭子康是被人撞倒了 然后晕了 就无法反抗了 但是以彭子康的体型和体重 齐鸣并没那么容易制服得了他 除非有人帮他 难道是马玉珍 罗大 你说他们俩是不是传统好的 有这可能 那个马玉珍可能早就知道所有的事 说不定整个计划都是他部署的 他要为他儿子报仇 也很有可能了 会不会是这样 我只可以肯定的一点的就是 他们所给的口供 一定有什么瞒着我们 要不这样吧 那个齐鸣那么狡猾 我们可以把马玉珍叫来吓唬吓唬他 你说你杀死了彭子康 你是怎么运尸的 此时的体重有一百七十磅 你一个老人家怎么搬得动啊 你们可别小看我这个老太婆 我年轻的时候能出海打鱼呢 一两百斤的东西 我很轻松地就能拖走 运个尸体太容易了 你怎么去他们家的 你有他的钥匙吗 我 我在他身上翻到的 张家院赌查在案发之前 是被一个匿名电话引到他家去的 而那个生贷是做过手脚的 你怎么解释 你别告诉我 生贷也是你做的 是 是我做的 你是怎么得到那个生贷的 为什么你们还要问这么多事呢 我说的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 彭子康是我杀的 老婆婆 你的口供疑点太多啊 老婆婆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维护某一个人 而那道事实的话呢 法官不会相信你 我们也帮不了你 你想清楚 把真相说出来 我没有隐瞒事实 彭子康他该死 老婆婆 我知道你们会控告我的 不然会有报应的 我是会有报应的 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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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谢谢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杀孩子 我这个老太婆 死了就算了 不死也大半辈子了 就算坐十年八年的牢 也无所谓 你不一样 你还这么年轻 还要养大小啊 你不能有事的 是我连累了你 这是根本与你无关的 那个混蛋 害死国豪 你背着这个大包袱 这么多年 也不告诉我 你真傻 你把所有的罪都背了 你更傻 可是事实上 的确是我杀了人 老大 秋子 秋子 对了 马亦贞的伤势目前怎么样 他用头撞墙 好在抢救得快 应该没什么大碍 对了 家园 真凶已经落网 你也洗脱了嫌疑 可以马上复职 谢谢 长官 师姐 两位 我是曾家元赌查 你们的案件 正式由我接受 阿四 我已经把所有的事 都说出来了 杀彭子康的人 是我 陷害你的 也是我 要抓 你就抓我吧 不是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是杀人凶手 我应该坐牢 小明 你不要管我 不行 不能让你一个人 背这些罪 阿四 是我杀的人 不关我儿媳妇的事 你放了他吧 不行 我婆婆已经几十岁了 你们应该把他放了 小明 小明 你们两个都正直认罪 我就告你们两个是同谋 不是 阿四 我们不是同谋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不管我儿媳妇的事啊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妈 你让我说出真相 要不然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 国豪也不会原谅我的 小明 彭子康的确是我杀的 可是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我才是真正的凶手 一切因为你要报仇 所以才涉及杀人 彭子康他该死 要不是他 国豪就不会被人冤枉他杀人 他再死几次也填不了国豪的命 国豪是一个好老公 孝顺儿子 他为了赚钱 替他在一大陆的爸爸还债 才会博一博回公司偷钱 但万万想不到 会被他们老板看见 老公你回来了 怎么了老公 这次完蛋了 我偷钱的时候 被我老板看见了 我还把他打晕了 怎么办呢 早说了叫你不要冒险的吗 那你现在马上把这些钱拿回去 求求他叫他千万不要报警 不行啊 我求过他不行啊 王王平时这么信任你 你居然偷公司的钱 皇先生 我急需钱救命啊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别说那么多了 我要报警抓人 不要啊 皇先生 不要啊 你 过一会儿 皇先生 皇先生 那地方高丽带得很厉害 我一定要救我爸爸 不管那么多了 我没杀过人 我真的没杀过人哪 老婆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没杀过人哪 我是冤枉的 但是那个人真的死了 当时我只是把他打晕了 他还有呼吸的 我拿了一百万 其他钱我没动过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是冤枉的 我没杀过人 我真的没杀过人哪 国豪他没有说谎 他是无辜的 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猜权 还有你 你一口咬定是他杀人 结果法官判国豪有罪 又坐二十八年牢 当时的证据 的确对你丈夫很不利 根本就是你们警察不负责 我上诉了一次又一次 都没有用 国豪知道他在监狱里面 没办法解刑 加上他爸爸因为还不了债 被放高利贷的人打死 他很绝望 两年之后 他就在监狱里自杀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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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混蛋这么一跳就死掉了 珠宝结案他认罪了 另外一件他还没说 这就麻烦了 如果他认得再跳楼那就好了 什么都清楚了 这个案子就搞定了 看来以后还会有麻烦呢 是你们这些警察办案不认真 害死国好的 我求神拜佛都希望你们有报应 可惜我什么都做不到 直到半年前彭子康来找我 秦密 认不认识我 子康 我刚刚放出来 国豪根本是无辜的 最坏的是那两个警察 是他们害死国豪的 这还不值 他们还害了我 不过神差鬼使使得 我撞死的姓蔡的 可能老天想让我帮他收拾他们 就因为这样 我无故地坐了几年牢 还有我的手 让曾家园那个混蛋打得残废了 他们真是害人不轻 我在里面见的国豪 他吩咐我 出来要好好地照顾他的家人 我知道这几年 你过得很难啊 他搬到我家父近住 还经常上我家来 也很照顾 其实国豪死了这么多年 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寂寞 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接受第二段感情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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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彭德三天两头跑过来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小敏啊 你跟他是不是 我也知道 你守了这么多年寡 很难为你 但是那个姓彭德 他是个无业游民啊 就算你要再嫁人 也要挑个好一点的嘛 让邻居看见了你们在一起 人家会说闲话的 以后还是少让他过来的好 我不想让我婆婆不开心 只好和子康转为地下去 希望时间可以慢慢改变 他对子康的看法 但是到了最近 我们的关系起了变化 我的手链呢 完了 肯定是刚才掉到公司里了 不要啊 黄先生 不要啊 我发现 原来他是一个人灭兽心的人 光凭一条手链 你就这么肯定 是我送给国豪的 是我亲自为他设计的 绝对不会有第二条 我找到这条链子 是老天在帮我 然后我又找到他的存证 在国豪被抓之后 他的户口多了五百万 他找国豪做他的替死柜 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而你就是他的帮凶 彭子康杀人 他应该死 而你冤枉国豪坐牢 我要让你试着 被冤枉坐牢的滋味 那你的教皇杀人计划 是不是首先要煽动彭子康 去陷害曾子儿 是 我还怂恿他 用一张遗花接木的死尸像 寄给曾家云 那只手不对 但是在摆pose的时候 故意让他露出部分手指头 目的就是要留下线索 让你们找到他 骚扰电话 死猫 全部都是你搞出来的 我每晚都和彭子康去同一个电话亭 打电话给你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能查到电话来一遍 你搞这么多事 是想让我跟彭子康有冲突 我还知道 你最疼你家里人 所以我就开始争你老爸 她的心脏一直都不好 你想吓死她 为了报仇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事先已经剪好了一段彭子康的生带 我利用这段生带打电话给你 我打得他屁股开花 是不是很好玩啊 你故意激怒我 因我去彭子康家 我还安排了目击证人 证明你去找个彭子康 你快点带晓安去生日会吧 就快开始 好啊 晓安 走吧 晓安 听奶奶的话 拜拜 调走了你婆婆和儿子 这样你就更加方便了 所有的事 都在你的安排下顺利进行 我想等你走了之后 马上去彭子康家杀他 但是没想到 齐贤竟然出了意外 我从窗口看下去 看见你走了 我才放心 我决定 马上动手 我决定 齐敏 子康 你知道刚才谁找我吗 曾家云 他来这儿教训我 他叫我别闹事 他神经病 子康 我不是叫你别来找我吗 我婆婆不喜欢的吗 走吧 我们到你那儿去 你婆婆现在在家吗 她很快就回来了 我们走吧 她也不在你怕什么呀 难道我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见不得人吗 我们还是到哪儿去 我不去 我最恨你婆婆了 她老是看我不顺眼 我喜欢在这儿 我不喜欢过去 怎么样 不行啊 我打着她屁股开荒 是不是很好玩啊 报警抓人 不要啊 黄先生 你 杀我 你杀我 怎么办 四三八 你干什么 你住口 你干什么 你住口 救命啊 有你受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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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没事 妈妈放心 我们把彭子扛搬回他家 故意做成 他是在家里遇害的 这个药 小敏啊 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 虽然我们把那个混蛋烧了 但是如果警察来查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会有事的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找曾家远做替死鬼 妈 事到如今我也应该告诉你了 其实我一早就准备杀死这个混蛋了 你说什么 我要替国豪报仇 国豪死得真不吃 当年杀人 坐牢 害国豪坐牢的就是这个混蛋 你为什么不早地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担心 可是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是彭子康害死国豪 是彭子康害死国豪 还有那个姓曾的死警察 当年是他愿望国豪坐牢 当年是他愿望国豪坐牢 现在我也要让他坐牢 是彭子康害国豪 早知道这样 刚才我就应该多捅他几道 妈 你计划杀死彭子康 虽然中间出了意外 但是最后他还是死了 杀了他之后 我提醒我婆婆要假装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以目击证人的身份 出来指证你 你设了个陷阱让我跳 没想到自己去调进去了 你完全没有想到 我们会查出你跟彭子康的关系 而推断出你的杀人动机 就算你推断出我杀人动机 但是只要你找不到证据 你就不能指证你 也许你应该说 我没想到叶宝颜会来我家 还被他查到我杀人的证据 妈 妈 你怎么了 小敏的 原来那个信念的女人来 是有目的的 她要找杀死那个混蛋的证据 刚才她找到那个混蛋的牙齿 我看见她偷偷藏进来 刚才我把她打晕了 把牙齿拿回来 我想那些警察很快就会来了 你那件这只衣服呢 快点拿出来烧了它 虽然牙齿和衣服 已经被你毁灭了 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在你交给聂宝义的 那幅画上面 找到了彭子康的血迹 我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妨 你做了这么多事 无非是想替你老公 成国豪报仇 但是你没想过 你老公确实偷了钱 伤了人 他犯了法 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他在金玉自杀死了 你也不应该怪任何人啊 不过 我一点都没有后悔 我所做的一切 本来 我唯一的遗憾 是不能把所有的罪 嫁祸给你 但是没想到 我反而害了我婆 她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如果不是为了维护我 就不会杀死她 她是无辜的 可惜她杀了人 她会被起诉 法律会给你 一个合理的裁决 原来秦敏背后 有这么一段故事 为了报仇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值得吗 现在婆媳两个 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最可怜的是小孩子 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呢 本来秦敏呢 是想陷害大哥的 好在他没成功 要不然大哥更惨 如果当初我权说 没有抓错人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你又不是故意抓错人呢 又不是你说 他有罪就有罪吗 最重要是看法官怎么判 是啊 是秦敏他钻牛角尖 陈国豪偷钱 害自己坐牢 一时想不开自杀 他能怪谁啊 一念之差去偷钱 一念之差自寻短见 秦敏又一念之差钻牛角尖 好在这件事已经水落石出了 曾孙儿不用被冤枉坐牢 那就极大欢喜了 是 好了 不早了 我们也该走了 宝言 我送你 宝言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我们要聊聊 大哥我们一起走吧 好 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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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是干什么吗 刚才曾子都说了 要送宝言回家了 你就让他去吗 拆散鸳鸯你很开心吗 就算曾子想复合 那也要宝言答应才行啊 经过了这么多的事 这个男人在你心目中 占什么位置你最清楚了 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 这么为他牺牲 就证明了你多重视他 干吗还要自己骗自己呢 姐姐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可是你现在伤害自己 你自己单方面说放弃就放弃 这样对曾子不是很不公平吗 你不要这么逼你妹妹吗 我替他布局啊 妈 从小到大 你都希望我们姐妹俩 能找个好归宿 现在宝言找到了 干吗要双手奉送给别人呢 好像我这样 子俊也做过一些对不起我的事 最后我还不是原谅了他 因为我很清楚 我是真心喜欢这个男人 如果没有了他 可能我会后悔一辈子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他 他也喜欢自己的人 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今天起来晚了 早餐都没吃 不能不吃早餐 那我们吃完了再上去吧 三四 这么巧 一起吃好吧 你吃什么我去买 老大 没有皮蛋瘦肉粥 只有柴鱼花生粥 谢谢 聂医生 你能帮我买一份鸡蛋三文治 我要先上去赶份报告 好 全都怪我 买什么早餐吗 你医生一定又误会了 这样下去完蛋了 以为会有转机了 这次又完了 正伦 你说你会帮我 你真的要我们假扮情侣 要里面一身安心 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可是不行 我不会撒谎 如果被人撑穿了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吧 我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了 等一会儿我们去吃 这是黎马乱菜 聂医生 嗯 怎么 有心事 有心事应该找人开解一下 有没有兴趣一块儿听音乐 听音乐 以前呢我找不到伴儿 不过现在找到一个 他跟我一样 很喜欢吃法国菜 很喜欢听广泉乐 跟我还合 音乐 音乐 也许以前曾者对你有点误会 可是我不希望 你也有同样的误会 我真的没机会 我想 不是因为我的条件不够 只是你心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人 不管怎么样 我也支持你的决定 去吃饭 嗯 宝爷 我等了你一个晚上 你找我有事 如果你要折磨我的话 我想也折磨够了 可是我想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 我看你弄错了 我说过我们要冷静 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应不应该在一起 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说你有另外一个男朋友 那个人是不是王莹洁 随便你怎么说吧 妙琳 你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我怕老板会找我鱿鱼 别生 他站在这儿干什么 有很多事等着你做呢 妙琳 这么快就上班了 你买点东西吃吧 光坐在那儿 老板会骂我的 那好吧 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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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嫂我真的没有妙琳她 我是碰到了她 我怕她摔倒了 所有才扶了她一下嘛 不是 阿嫂 你别相信她 她真的妙琳我了 小姐 我真的没有妙琳你啊 看不出你挺斯文的 原来你是个禽兽 可不是 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 我不要相信她 她真的妙琳我了 她真的摸我了 我跟你做这样 我真的没有妙琳你 你摔了我才扶了你一下 你撒谎 你非礼我 是你非礼我 你不要逃了 坐下慢慢说 你坐在这里 慢慢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你把整经室的过程 跟我说一次 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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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不小心哪 老爸 我没事啊 没事就好了 妙琳情绪不太稳定 让妙琳看着她 是 念医生 这么巧啊 是要来复诊 念医生 念医生 你跟老大怎么了 见了面礼都不礼 你以为我跟老大 就情未了 小准菜 你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些误会 老爸 我 到了这个时候 你也应该出来交代清楚了 我 老爸 你一定是胡说了什么 才会让人家有这么大的误会 我 我跟泰儿是分手 你就以为 我还是放不下老大 你自己误会就算了 你看你闯了多大的祸 小准菜 你没事吧 没事 小孩他们说你出事了 我马上就赶来了 我没事啊 曾塞儿 念医生 快帮忙吧 老大和念医生还没和好呢 你们还在闹别扭 其实我跟小汤菜呢 也经常吵架 不会很快就没事 你们 伯父 你好 我跟小汤菜在一起呢 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想过些日子才告诉你们 你看 现在搞得多麻烦 我真是老糊涂了 原来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是怎么回事 聂小姐 你不要怪我胡说八道啊 我终于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干嘛带我到这儿来 干嘛带我到这儿来 那天你离开香港 我就站到这儿看着飞机飞走了 你对我怎么样我很清楚 可是小汤菜呢 我已经对小汤菜说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呢 你真的相信小汤菜说的话 你真的一点没有怀疑 他对你的感情 好 就算小汤菜真的喜欢我 那又怎么样呢 我喜欢谁 我绝对跟谁在一起 那是我的事情 为什么你问的不问我 就替我做主呢 对不起 我不是不尊重你 也不是不相信你 我不想听对不起这三个字 我想听另外三个字 现在小汤菜 已经跟志伦在一起了 为什么你还要把我让出去呢 我记得你说过 你自己处理感情很失败的 我安慰你说不是 但是现在 我是真的很失败 我不会让你再失败下去 这辈子我只喜欢过两个女人 一个是我死去的老婆 另一个就是你 以后不会再有第三个 以后不会再有第三个 宝颜 我不是逼你 上次你一走走了九个月 一个字也没有留给我 我还是在等你 我不怕继续等下去 我知道你需要时间 想清楚我们之间的一切 不管你怎么决定 我都可尊重你 你还要知道我 我还是在等你 我还是在等你 阶段的时候 我还是在等你 我和你 YOUNG 你都要去带我 不是买收到你 我没有来 如何被洗澡淨化 形跡隱去又有 烈焰在亂墙 墙同应放手 手边仍渴望拥有 有过了爱情有伤口 是恨或是爱 愿爱借一爱偷偷得原本 独播剧 6的ilaες